关于宣教史中东晋和西晋是以地理位置区分吗 对方向 大家从使徒心站里面看到的那个方向 保罗想往小亚西亚船的时候被拦阻了 然后往马其顿那边去了 往欧洲那个方向去了 这是圣经记载的方向 问题是圣经里面不是有12个使徒吗 马提亚虽然被选了 不要以为马提亚一事无成 其实如果查考一些历史字 马提亚也影响力很大 然后多马比较受关注的是 多马它没有往那个方向 往印度这个方向传了 实际上我们主流研究注意到的焦点是 方向是往罗马那个方向 罗马后来随着版图什么带到各地 然后福音往各地方传等等 我们是看到了什么安提亚 罗马等等 保罗传福音那个方向 那个路线 但是忽略了其实很多圣经选择性记载 没有记载其他使徒们的脚踪 也是里面或其他资源里面记载 就是多马到印度传福音 留下的一些遗迹 一些证据 所以福音不只是这个西进 也有东进 只不过可能因为地理的缘故 喜马拉雅山拦阻了 如果希腊马拉雅山有这个 特那儿的话 这个隧道的话 我估计多马也会顺便就溜达到中国 来中国传道了 我估计多马拉雅山拦队了